嗨,大家好 果然不出所聊 港股摸下摸下 竟然摸上23800這個位置 道指就激了 美股那邊上上落落 真是過山車 反而港股好一點點 上下上下都摸上去 基本上新舊經濟股都各有所長 匯豐上50元樓上 941都站得穩 甚至乎平保 和健行都做得好 騰訊和阿里巴巴 都有些反彈 所以我想 接下來的判斷 如果站在23800 或者23600 這個200點區間 站穩的話 你就要追上去 看24000、24500 但反過來 港股好像去年 升星下又失驚無神 一穿23600 你就要追上淡倉 看22800 這個位置 所以港股究竟 那些好友 會不會像去年 又是兩三支揚竹 接著就打回頭 還是2022年 那些好友真的發力 跟你夾到上去 看到一兩天 就應該會有更加明確的方向